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即将在本周日4月10号登场 马克宏最大的政治对手 被认为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雷鹏的呼声 紧追在争取连任的总统马克宏之后 根据民调机构8日最新结果 马克宏第一轮投票得票率的预估 从三月初调查的33.5%下滑到26% 雷鹏则从15%上升到25% 两人将可能重现2017年对决局面 俄乌战争爆发后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宏试图从中斡旋并呼吁欧盟制裁俄罗斯 但在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下 法国民众苦不堪言 只让雷鹏集中在减税提高福利等缓解物价上涨的策略取得成效 不过马克宏也抨击 只称雷鹏曾经依赖俄罗斯拿普丁政权的金援 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最高票的前两名候选人 将进入24号的最后决选 不过路透社报道 三分之一的法国选民还不确定该把票投给谁 除了马克宏和雷鹏之外 这趋势也有利于以民调17% 位居第三的极左翼老将候选人梅兰雄 新唐雅台电视 文贯林 唐吉安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